小姐 老爷今晚回来吗 不知道 他真有那么忙吗 不知道 老爷回来了 老爷 这是怎么了 夫人 老爷在地上 已经三年三夜别喝眼了 何香 快去给老爷舀汤 梁妈 快去给老爷拿毛巾 小林子 快去 给老爷打盆水 你们哥儿俩也回这歇着吧 累得不成型了 这不需要你们了 是 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了 赵大人 吴夫人来了 你见不 你没看见吗 老爷都累成这样了 怎么见人 那我让他明天再来 他人在哪儿 我让他在书房等着 来 来 小姐 你怎么坐在地上呀 老爷呢 夫人 你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就来见你了 赵大人 你这怎么了 汗江发水 我也刚刚忙完 没事 我寄给你的东西 你收到了吗 如你所料 君轩的确有缘 我仔细看了 那沈四海的控诉前后矛盾 但却被全部采刑 并成为 最后给吴卫文定罪的 关键证据 是 佟长规明显是取打成招 还有胡志尊的供述 也跟其他人的供述 完全不一样 赵大人 我现在郑重向你申请 重申此案 还我吴家东院 还我爹一个公道 可现在 不可能重申 也没有办法 还你们一个公道 为什么 连你都一眼看出 此案的所有人 都在胡说八道 那那些刑部的老爷们 那为什么还要 全盘财心 他们都是真眼瞎吗 他们并非正眼瞎 他们是胆小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此次 主持君轩案重审的 是贝勒爷 就是他 一意坚持 才让君轩 如此匆匆解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是我爹得罪了他 贝勒爷 在京阳 有个商号 叫龙生河 就是 与沈家合股的龙生河 沈渔生 沈四海 龙生河 贝勒爷 君轩案 难道说 沈四海 为了给沈渔生报仇 通过龙生河 找到了贝勒爷 卑鄙构陷 最终导致吴家东院 家破人亡 不仅仅 是为了给沈渔生报仇 那天杨志焕说了一句 以前 跟吴家东院做生意的人 现在都在跟沈家做生意 他们还顺手夺走了 东院原来的生意 沈家所谓 与龙生河合作 其实就是 沈四海将自家的三长股份 拱手让出 但是 以沈四海的为人 这完全不可理解 但是如果 联系军需案 以及吴家东院的生意 这一切都顺利成长 那他们就可以瞒天过海 陷害吴家了 因为 那个贝勒爷 现在比以前 更加未够权重 所以你不敢动他 勇敢在这个时候 毫无意义 我只想要一个公平 能有多难 你以为我不想给你一个公平 你以为我没有递奏折 我的奏折递到了军机处 就再也递不上去了 好 既然你无能为力 那就让我来吧 你想干什么 上京城 告狱状 你疯了 我就不信 天下之大 没有说理的地方 你知道你要告人是谁 你知道他跟黄老是什么关系 我不管 哪怕以卵基石 我也要讨回一个公道 以卵基石 粉身罪骨全罪覆摸 这样讨回一个公道 有何意义 赵阳 我向你保证 有朝一日 我赵白石一定还吴甲东远一个公平 但是现在的确不是时候 你相信我 什么 可以等 但 他们夺走吴家东远的生意 我要全部 多回来 你想要沈家倾家荡岔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 周盈啊 一定要这么做吗 要 你这么做 是完全不给沈家留后路啊 我就是要让沈家无路可走 道处输敌不是经商之道 我并非道处输敌 我只是与沈家为敌 这是其一 其二 吴家和沈家早就是生死仇敌 我不这么对他们 他们也会这么对付我们 所以吴家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将沈家压垮 但沈家和龙生河乃是搭档 龙生河的背景深厚 我怕我们得不偿失 不怕 我们吴家所有的深意都是堂堂正正 那龙生河就算是有心陷害 也是无处下手 对 二哥 你担心是多余的 这次我都算过了 周盈啊 一定会大获成功 你放心吧 好吧 既然你们都没意见 那我也同意 王世君 你即刻向所有科商宣布 我们最新的调缠 是 少奶奶 年龙生河 优优独播 我来的